花东纵谷地区高温破表 许多游客民众纷纷走入山林步道避暑 浴馆处瓦拉米步道也涌入了大批的游客登山践行 由于瓦拉米为台湾黑熊出没的社区 森林警察南安小队也在场加强宣导 游客直缩赞 高温破表瓦拉米步道两旁草木苍翠茂盛 郁郁冲冲 不仅看起来清凉 山剑溪谷水铺弥漫了芬多金 走起来更是庆兴凉 游客民众纷纷前来登山践行 笑笑暑气 花东纵谷地区持续飙高温 瑞瑟湘复原村气温飙到39度 而佐西湘也有36.8度的高温 更让大批的游客民众涌入瓦拉米步道践行避暑 不过也由于瓦拉米为台湾黑熊等野生动植物出没的热点 为了确保游客民众与野生动物的安全 森林警察南安小队也特别在登山口加强宣导 这边这个季节 它熊都陆陆续续会下来 大家还是注意安全 一些蛇 还有蜜蜂 就虎头蜂 这边蛮多的 上山最好不要喷香水或水 因为虎头蜂的话 这边非常多 就会针对你 上山尽量不要吞香水 为了让登山践行的游客民众能更便捷的取得相关防壁野生动物的方法 森警队各式宣导给西拳都传便便 详细明了 让游客民众直说战 说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再加上地形关系 使得华东重骨连续两周的平均温度都在36度上下 热的令人吃不消 再加上防疫的压力 瓦拉米步道就成了大家防疫避暑的最佳去处 森林警察南安小队贴心宣导与服务也令游客民众更加安心 记得石油栏主席采访报道